为什么会有意念不觉 这意念不觉从哪里来 什么原因来的 这个问题 在佛法里面叫做根本霸位 在论言会上 佛罗那尊的起来问这个问题 既然一些众生本来是佛 为什么会迷了变成众生 为什么真如本性自信 每个人都跟祝佛如来完全相同 为什么这些众生会有意念不觉而有无明 这什么原因 无明到底什么时候起 它还有一个问题 将来我们这些众生修行 把这些妄想烦恼习气 统统都断掉了 成了佛了 成佛之后会不会再起无明 会不会还有一念不觉 佛有详细解答 解答在论言经 第四句 我在这里不说 那时候耽误时间太长了 可是佛在经上大幅得了要望 我们一般人独了的时候还是不懂 你要真正懂了 你就超凡如人了 但是佛讲的话 确确实实讲得非常好 不懂也没关系 多读 古人讲嘛 都说千遍 其以此皆 只要你恭敬心 就能够 恭敬心 就不能有疑惑 有疑惑 就不恭敬心 恭敬心就读 读多了 读今也是修行的方法 专心去读 还是修定 定久了 看智慧 佛讲的这个话 先天就念 豁然 明白了 过去读也不明白 听人家讲也不明白 看古人读解也不明白 这天 豁然之间的 明白了 开悟了 要慧读今 这个我过去讲的 讲的很多 读今是戒定慧三学 一次完成 那真有功的 我们现在人 一面读 一面打妄想 一面在猜经里的意思 戒定慧三学 统统破掉了 把读今的时候 当做阅读 世间普通书一样 你怎么会开始 你得不到戒定慧 你懂得读今的方法 读今是修接力 你得戒定慧 最前的是得戒 最深的是开悟 那么这一段 都是从众生 如来藏上来说 下面第二段 那就佛谷地上来说 那就祝佛来讲 祝佛 没有如来藏上 转如来藏为大元尽之 这称佛 众生犹如来藏 就是第八十 阿雷耶识 转不过来 菩萨能够转八十 陈四至 这称佛 所以清凉大师 再次地说 若祝佛呢 若祝佛呢 为以大运风 持大背海 身五饼行花 寒藏二吏 燃尽过发 重叠无碍 我所感叹 相撞出去 这个话说得好 当时 后世 都 赞叹 清娘大师 为华爷 我们听他老人家 这一段的开始 我们也会点头 华爷 菩萨 称赞 清娘大师 他老人家 应该是 当之 无愧 众生 只要有阿赖耶石 就有业力 阿赖耶石 就寒藏着业力 现在 菩萨 转阿赖耶 成大远行之 业力 业力 没有了 什么动力 来推动 他 他能够在 九法界 现身 说法 投赌 中赛 什么力量 在推动 运力 所以他说 这是大运风 前面众生 是风轮 风运动 动力 祝福如来 古地上 运力 众生的业力 不可思 祝福的愿力 也不可思 因为愿力 这个大的动力 使他的大慈 大悲 叫大悲害 永恒 不赦 不向我们 反复发音 露水 道心 或有或无 有的时候 哎呀 慈悲 先升起来 过一会 忘掉了 这不管用啊 而祝福如来的大慈悲心 永恒 不失 那我这些年来 总结 经论里面的教会 我写的这十个字 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正确心 慈悲心 试问问 我们有没有 有 过过人的 但是啊 这种真心 现前的时候 时间很短 忘掉的时间太长 所以它不能起作用 不向祝福菩萨了 这个菩萨 特别是 法身菩萨 他们这十个字 永恒不胜 刹那不离 这了不起 这是我们 应当学习 念自在自 一切实 一切处 其心动力 通通相应 我其心动力 也相应 修行功夫 要在这个地方 找一个难住 如果不能 与这个相应 一定是反应 一切心动力 虚伪 不是真心的 你的心 一定然 为什么 被烦恼 被七情五欲 你一定不平等 不平等 怎么样呢 就享受特权 我跟别人不一样 我比别人高 别人不入 共高伍慢的心 那就生起来了 肯定 愚痴 没有智慧 自私自利 没有慈悲心 不浏あります 按 和 看 疯 明明 将 一